民间有三国二十四名将之说 具体情况如下 一缕二兆三点尾 四官吴马六张飞 黄许孙泰两下侯 二张徐旁甘周卫 神将张秀宇文言 虽勇无奈命太悲 三国二十四名将 打磨邓爱宇将为这二十四人 是民间总结出的三国名将 算是搜罗了三国十七 最给力的一批精英武将了 虽然这个说法怎么冒出来的 无从考证 但据传闻他的源头来自 毛仲港版的三国演义 也就是说有关二十四人的排名 都是按武力值来评出的数据 不过仔细扒一扒的话 你也会发现其中有些地方不大合理 尤其有个大圆种 无意稳进前三 但排名才倒数第三 神将张秀宇文言 这剧里的言指的就是和被四庭 助之首的猛将燕良 从二十四名将的说法来看 严良的排名紧高于将尾宇 蹬来良人 坐实了倒数第三的位置 如果按出场时间和戏份来说 严良排倒数还情有可原 毕竟他刚高光下就被关羽一刀给秒了 可是从武力值的角度来说 严良排倒数第三就太说不过去了 因为在二十四名将中 严良的武艺具有稳进前三的底气 严良的出场戏份不多 但他却在仅有的时间中刷足了存在感 白马之战 曹操亲自带着张良 徐黄等名将出战 袁绍这边只出动了王牌严良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思起来 曹操为人狡猾 一开始让翔将送献 魏絮前去试水 结果严良五回合不到就砍了两人 送 魏两人也是吕布手下的剑将 武艺虽算不上一流 但也不是青铜小白 可严良轻松抠他们 这也体现了严良的水平 后来曹操守火将徐黄直接出马 但也只扛住了严良的二十回合 随后就败走了 经过三场恶战 严良直接下跪了曹操 及其手下所有大将 从严金战张辽 徐黄简陋文楚的战力来看 张辽也在其中 徐楚则是曹操的贴身护卫 为了保护老大的安全会寸步不离 因此肯定也在其列 这两人都被严良震住了 由此可见严良之声猛非同寻常 要知道 徐楚可以凭马超两百多回合 徐黄又凭了徐楚胡适回合 从严良的表现来看 除了吕布以外 就连五虎将也很难有这样的表现 那就更别说其他人了 吕布公认的三国最强 这就不用比了 五虎将 徐楚 典威 典威 严良 文楚 庞德这十人都具有超一流水平 其他人均没达到这个水平 徐楚和典威的武艺基本之平 庞德略低于徐楚 从徐楚被吓得不敢出面的表现来看 这三人已经不如严良了 此外 能二十回合打败徐黄且吓得徐楚不敢露头的人也寥寥无几 马超和徐楚打了两百多回合也不分胜负 完全阵不住对方 赵云曾和徐楚打平了三十回合 也无法吓得对方不敢出面 张飞只是简陋虐过徐楚 振动其手来也未必能虐对方 关羽曾在下逼杀退了徐黄与徐楚联手的围攻 因此二爷的表现十分不错 老黄中曾评了关羽 应该可以有他的表现 可老黄毕竟上了年纪 真遇到严良可能体力跟不上节奏 由此可见 能压制严良的人也就只有屡不与关羽了 其他二十来人均无法超过严良 可是他却排名倒数第三 这明显就是个大圆主